5月30号,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以全力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主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同阿方主席、毛里坦尼亚外长、马尔祖克 共同主持了论坛部长会 王毅在发言中表示 在各国领导人共同指引下 中阿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我们高兴地看到首届中阿峰会举办以来 在习近平主席和阿拉伯各国的领导人共同指引下 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中阿关系进入了历史最好的时期 本次会议是2022年首届中阿峰会成功举办后 论坛首次召开的部长级会议 王毅说 阿拉伯地区已经成为中国战略伙伴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中阿务时合作也越走越时 共建一带一路在22个阿拉伯国家实现了全覆盖 中方对阿方最不发达国家 98%的税务产品实施零关税 为阿方培训了3400多名各领域的专业人才 中阿务时合作八大共同行动 正在不断结出丰盛的故事 我们共同推动文明交流互建 让中阿民众的情感越来越亲 中阿共同发表了关于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联合声明 首届中阿青年发展论坛等人文交流活动深受欢迎 中国的影视节目书籍越来越多走进阿拉伯国家的千家万户 汉语热阿语热围然成风 2023年10月 中国将全体阿盟成员国国旗 及阿盟旗帜通过神舟17号飞船送往天空空间站 后通过神舟16号飞船送回地球 王毅将这些旗帜赠予阿方 获得现场嘉宾的热烈掌声 今天部长会的现场 专门展示了送往中国空间站的阿拉伯国家和阿盟的旗帜 就在我们的背后 我们将在会后赠争阿方 他将成为中阿友好超越时空的永久的纪念 王毅介绍 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务师合作八大共同行动的基础上 提出要共同构建五大合作格局 这将引领新时代的中阿合作迈上新的台阶 王毅说要贯彻落实中阿元首共识 要做好进一步增强战略互信 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 进一步深化务师合作 促进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进一步加强国际协作 共同维护全球治理的正确方向 进一步加强论坛自身的建设 助力开辟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光明前景 这四件大事 中方赞赏阿方长期以来在涉及中国核心力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给予的宝贵支持 我们也将继续坚定支持 阿方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支持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合作 实现自立自强 推动热点问题 政治解决 维护中东地区安全稳定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都将继续坚定支持 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合法权利 中国将继续同阿拉伯国家坚定站在一起 主持公道 伸张正义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 早日得到全面 公正 持久的解决 王毅说 今年是中阿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 20年来 论坛为中阿关系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成为中阿集体合作的金字招牌 中方愿意同阿方 弘扬中阿友好精神 开创中阿集体合作 更加辉煌的下一个20年